玉立警分局轮天派出所所长和警员执行巡逻情务 经过傅里乡台九县东里路桥路段的时候 发现道路中央有一辆车辆抛锚了 所现当时有开启警示灯没有发生交控事故 而所长也协助司机以徒手推车方式 把车辆推到路边才没有酿成事故发生 玉立分局轮天派出所所长跟警员执行巡逻情务的时候 经过傅里乡台九县东里路桥路段时 发现道路中间有车辆抛锚 所现当时有开启警示灯没有发生交通事故 所长协助司机以徒手推车的方式 将车辆推到旁边才没有酿成事故发生 经傅里乡台九县东里路桥路段 发现一部车辆停以中央抛锚 见其驾驶者不断在车边穿梭 看起来相当彷徨五柱 血香加酸 天智诱人 日分局长表示在日常生活当中民众的小事就是警察们的大事 同仁能够适时帮助民众让民众能够顺利返家 这是相当好的善举 在此也呼吁民众驾车的时候一定要先检查车辆状况 如此才能够平安顺利抵达目的地 记者高双双主席向采访报道